现在还要讲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这种危险比顾名道义更加危险 有一些人出现一些事情 你看他礼拜 他礼拜封的施舍 不去骂人 他做了很多商工 他不去做这些违禁的事情 但是他做那些事情是为了得到一个证明 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证书 而不是为了崇拜 为阿拉尔做 这是一种语办 想通过公修 表面做公修的方式 得到今世的好处 而不是为了阿拉尔 这种证书告诉我们的 一旦给予就高兴 一旦不给予就生气慢慢 这个人还有礼拜 他拿这个礼拜是为了得到钱 他说关于这个钱的事情 没有钱我就不礼拜 一个人给钱 不礼拜 这是追求金事 不是追求后事 一个人去教授 他只是因为钱财而去教授 这是为钱财而教授 这是因为只是为了金事 我们在做公修 应当注重的是后事 而不是金事 如果在金事得到了 我们赶在阿拉 但是我们不因为金事 是否得到报仇而去生气 无论生气与喜悦 都是因为阿拉的喜悦 因为阿拉的能力而能力